還有就是整個疫情風暴也燒下了金融業 國泰 富邦 核庫等多間銀行都有員工確診之後 那麼今天又包括了中國人壽 安泰銀行 永豐銀行等員工確診 那麼在疫情還沒有趨緩的情況之下 跑銀行也變得風險不小 行政院宣布 央行金管會已經跟銀行界達成共識 從今天開始 只要是第三級警戒期間 全國的網路銀行 行動銀行的轉賬手續費 都免了 那麼實體ATM轉賬手續費 也減收兩塊錢 以避免民眾的群聚風險 金融業的疫情是連環報 在我旁邊的中國人壽大樓內部有一名員工確診 目前整棟大樓已經緊急全面消毒 不只北市敦化北路的中國人壽大樓 一名內勤員工確診 安泰銀行景美分行 也有一名二線主管確診 全體行員居家隔離十四天 分行消毒後另外調派人力支援 而永豐銀行也發給全體員工內部信 表示北台中分行一名員工確診 公司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措施 這間分行的員工也全面接受裁券 其他包括國泰金兩名員工確診 富邦金目前共三名員工確診 核庫金一名員工確診 而群役金頂證券也有一名員工確診 確診消息一個接一個 民眾擔心銀行還能去嗎 行政院宣布央行金管會跟銀行界達成共識 網路銀行轉賬手續費免了 ATM轉賬也有減免權力避免群聚 請啟動 而像是LINEBANK 將來銀行 樂天銀行 這些即使開戶也沒有實體分行可去的純網銀 在詭譎多變的疫情大環境下 抓住了零接觸的未來趨勢 趁勢崛起 華視新聞 盧陸雲 劉俊男 台北報導 請啟動